7号清晨5点多天还没全亮 高雄凤山区建国路上一名骑士行驶道路 逐转到一半突然不明原因 高速冲撞灯杆 所有骑士连人带车往右重重摔倒在地 而其他民众行进路段 周间路上都是机车的车壳零件 可以想象当时撞击力道猛烈 而速度方便在看一次照射骑士 发生事故前机车轮台和地板摩擦 可以看到瞬间冒出这个火光 而没多久整个人就直接撞上灯杆 后方驾驶人目击这幕PO上网 标题写下塑胶车不要骑这么快好吗 夜深人静高速致状 画面曝光后也不免引人质疑说 是不是这个时间太早了 骑士可能还想睡 一时失神才会不慎冲撞灯杆 不过详细的原因为何 造成骑士不慎致状 以及他后续的伤势如何 警方都还在厘清当中 不过提醒民众呢 开车骑车务必全神贯注 若是身体有异状或是精神不济 真的不要勉强 以免发生危险